我直接问 是不是让你想起什么 不开心的回忆了 你别哭呀 我以后不问了就是了 我身上的伤 是我师父亲手用铁块烫的 慢点吃 甜 咖啡 七哥 我不热 你不用帮我删了 来 吃块瓜 哥哥不吃 哥哥帮你删着 这样就不会有小虫子咬你了 没事 我在太乙山的时候啊 天天跟他们打交道 习惯了 我就说吧 那个太乙山有什么好的 当初爹娘送你上太乙山 还不准我们哥几个送 早知道竟应该阻止爹娘 你看看你现在 在太乙山风吹日晒的 吃吃不好睡睡不好 回到家里面吃个瓜 都能吃得这么高兴 七哥 我在太乙山过得很好 师兄啊 师姐他们都很照顾我 而且过得自由自在的 七哥 你别替我难过 你别替他们说话 我跟你说 太乙山的人 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你说谁呢 小师妹 你爱吃的小笼包 谢谢九师兄 来吃肉吃 我跟你说啊 岳老三 我妹妹爱吃啥 我家厨子会做 用不着你来买 你 我怎么了 小姐 小姐 琴儿公子来了 夫人让您过去一趟 小师妹 我好不容易来一次 你就陪我说说话嘛 你等等我 我马上就回来 那你快去快回啊 你先跟我七哥说说话嘛 我们 我告诉你 岳老三 我跟你没什么可聊的 你要是愿意在这儿等 就在这儿好好等着吧 我的小师妹 我当然要等 其实 你不必为了还手帕 单独跑一趟的 太麻烦你了 不麻烦 我正想 过来看看你的身体 好点了没有 身体好多了 能吃能喝能玩的 看到你这样 我就放心多了 要不 你以后叫我冉冉吧 叫苏姑娘 挺别扭的 好 冉冉 那你以后 也叫我秦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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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